立法院三讀通过未来七机车驾驶行驶时抽烟将被开罚600元 卫权公司标上的顶率开发股权还有三重台北厂的三块土地 不过最后流标收场 海军新设计的高效能巡防舰驮江军舰今天上午交舰 正式加入了海军舰队 北韩网路礼拜一全面瘫痪 各界怀疑遭到美国反制 不过美国官方不知可否 官方晚安欢迎收看今天12月23号的公示晚间新闻 今天新闻一开始首先要提醒隐君子 以后骑车开车要特别的注意了 立法院今天三讀通过了修法 未来汽机车驾驶在行驶道路的时候抽烟 影响到其他人的行车安全将被开罚600元 另外并排停车的罚款也加倍到了2400块钱 还有汽车轮胎的胎纹深度不符合规定的话 最高罚6000元 立法院23号上午三讀通过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 有多项修正内容和民众荷包息息相关 未来汽机车驾驶行驶道路间抽烟 导致有害于他人时处新台币600元罚款 不抽烟的民众听到这个消息都很赞同 这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啊 因为毕竟就是先不要管法律怎么讲 但是功德性的问题 路边并排停车也将提高罚款 路边并排停车由现行条文 储新台币600元以上 1200元以下罚还 调高到2400元罚还 虽然加倍重罚 可以改善行车状况 但是货车司机听到这个消息 批评是政府要抢钱 建议政府应该多设置路边卸货区才对 并排时长在并排啊 因为我们不是我们不要缴税 我们要缴税啊 没有地方停都叫车在停啊 被开一个单子 像这样红线停900块 并排1200 所以现在又要花更贵啊 不是我们不给钱啊 此外修正案也新增对汽车轮胎纹罚则 轮胎任一点胎纹 深度不足1.6公里 可处罚驾驶人3000到6000元罚还 记者陈嘉欣 谢其文台北报导 今天传出的顶心要卖资产来套现 却出师不利的消息 魏权公司呢 今天公开标售持股51%的顶率开发股权 还有呢 三重台北厂的三块土地 底标高达了70亿元 不过今天最后 流标收场 有结果了吗 有结果了吗 面对镜头 来参与投标的人士都相当低调 魏权今天将顶率6.2亿股 百分之百的股权公开标售 底价为63亿 再加上三重台北厂的三笔土地 共1381平 标售底价总计高达70亿 至少吸引五组人马来投标或是打探状况 详细的这个内容的部分的话 一样都会回到我们董事会 确认相关的内容之后 可能会再比较清楚来跟大家做说明 有人投标 但结果却不如预期 魏权在经过董事会讨论后 下午公告 这项标售案以流标收场 据了解原因在于投资人不是投标金额没有达到底标 就是条件有明显落差 被魏权视为经济母的三重土地 原本要从工业区变更为住商混合区 再差临门一角时 却被新北市政府终止变更申请 显然也影响到投标结果 它是不是能够从工业地变更成住宅用地 或者是商业用地 那确实是影响到这次的一个所谓 未来这个土地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关键 住宅用地跟现在公用 公用地的一个价格来相比的话 它可能在价格的部分至少差到一倍以上 先从海外拿回来 先从海外拿回来 顶兴面临银行紧缩银根的压力 展开对台湾资产的调整 但却引来民间团体抗议 要求顶兴不该标售在台资产 应该直接捐出来充公 投入实案基金 不过魏权表示 虽然首波出托资产没有成功 但未来还是会考虑再标售 一会积极寻找潜在买家 就算应了齐台报道 前总统陈水扁的保外就医鉴定小组 昨天到台中监狱 评估他的病情 而在今天下午 陈前总统的儿子陈志忠 则是再度前往探视陈水扁 而在监狱外面 也有多名的一边一国联线的成员 公开表达声援 厂外高喊阿扁无罪 近期是多位一边一国联线 当选的议员和停扁群众 在台中监狱外头高喊口号 而陈前总统之子陈志忠下午一点 就进到台中监狱和陈月扁会面 陈志忠表示 对陈前总统的状况很担心 拖一天就严重一天 拖一天就恶化一天 希望说这些都是台湾 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医疗的专家 那在专业意见上面来充分讨论 来形成共识跟决定 那我们希望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新组成的医疗鉴定小组 22号进行第一次的鉴定会议 对陈月扁进行神经和身体病理学的检查 以及精神方面的心理智商和访谈 陈志忠再度对法务部喊话 希望尽快完成鉴定程序 而多位立委也呼吁 法务部应该尊重医疗团队的判断 陈其迈甚至喊出 在农历年前把阿扁总统还给我们 那进宿就现有的资料能够进宿做一个决定 那也不要拖太久 那安排那种农长的这种检查 那已经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必要 就请法务部一定要尊重专业 让我们的所有的医疗人权能够真正恢复 不要用你的法务部在政治黑手之下 又让我们的医疗所谓人权又再次的失神 陈妮飞呼吁法务部必须尊重专业 而乔政署表示将在26号下午 对陈前总统进行第二次的鉴定会议 藉尔林健森彭换群台中报道 已经宣布参选苗栗立委补选的陈维婷 他跟捍卫苗栗青年联盟常常开会的重要据点 竹南咖啡店 这个月17号第三次遭到了杂会 警方追查发现是一名49岁的灵性男子所为 这名灵性嫌犯坦诚是因为他不满实证 再加上他看不惯之前太阳花学运的行径 才会犯案 警方压着灵性男子慢慢走出警局 坐上警车准备已送地检署 他就是涉嫌在这个月17日 砸毁捍卫苗栗青年联盟据点 竹南咖啡的嫌犯 20公尺外打这里反弹这一块 所以就破两面就是啊 破两面 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 发现当天凌晨5点半 灵性男子开箱行车经过咖啡厅 打开窗户停留约40秒 认为他涉嫌重大 22日晚间迟搜索票前往嫌犯住处搜索 搜出强力弹弓和用来涉及的罗帽 警方表示林姓男子当场就坦诚犯案 他说因为不满实证 加上看不过之前太阳花悬运的行径 所以拿强力弹弓 撤破咖啡店的玻璃 不过他否认前两次的攻击事件 也是他所为 警方将持续追查 记者邱子培赖时捷 苗栗报道 海军新设系的高效能巡防舰 陀江军舰 今天上午在苏澳山港举行的交舰仪式 正式加入了海军舰队 由于陀江舰性能优异 未来在成军之后 将是亚洲最快火力最强的舰艇 陀江舰23号正式交舰 离开苏澳山港 驶向对岸的苏澳军港 陀江舰是海军第一艘 穿浪型双船体设计的船舰 可以高速航行 根据海军提供的数据 最高船数38节 不过实际测试时可高达44节 也就是时数超过80公里 船数不仅达到规范的要求 甚至于超越规范甚多 成为亚洲最快 以及火力最强的舰艇 陀江舰舰舰舰设计还有一大特色 就是采用最新的逆中设计 另外船手配备76快炮 船尾也配备干扰弹 以及国造雄风飞弹 我们看到这是方针快炮 另外旁边还有各8枚的 雄风二型飞弹 其中这雄风三型飞弹 被称为是航母伤手 对于我们未来海上防御能量 将有很大的帮助 海军规划将以陀江舰为原型舰 从2016年开始量产八艘 未来也将以这个成功经验 开发2000吨级的双船体军舰 记者张志宗 吴家宝SNG小组 宜兰报道 高铁面临破产危机 交通部日前提出了财务改善方案 并且将在最后的执行期限 定在今年的年底 不过眼看时间就快到了 法案目前还卡在立法院 目前高铁局已经着手准备 明年高铁破产之后 政府将要接管的手续 初步估计可能要花上7000亿 高铁面临破产危机 但财务改善方案 却迟迟没有过关 交通部高铁局已经展开B计划 规划政府接管高铁的程序 等明年三月特别股判决定业 高铁宣告破产后80天 政府先承担3083亿的债务 然后进行建价及移转 出估后年初政府要投入3900亿来收买高铁 之后再重新招商或成立国营公司 高铁局表示政府除了得掏出3900亿 还有面对高铁公司求偿的3000亿 高铁公司提出来的三件不可抗力 这三个案件高铁公司拼命的主张金额 是3000亿左右 算一算政府等于要拿出将近7000亿 才能将高铁转为国营 敢在最后时刻端出B计划 交通部就是希望促使立法院 同意高铁的采改案 但交通委员会国民两党的意见 还是很多 高铁是一个BOT的一个最大的错误的 一个BOT政策 所以借由这个机会 其实想办法把它接收回来 40年的特许期是一个庞大的利益 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接收 也有立委坚持高铁应该要先降价 再谈财务改革 高铁到底会依交通部的规划 进入财务改革程序 或是先宣告破产 由政府来接收 最后一周还是充满变数 记者林政务张国良台北报导 明年春节返乡 要搭普悠玛或者是泰鲁格号的民众 可能要多付一点钱了 台铁正在严拟差别费率 在假日或者是连续假期的时候 普悠玛跟泰鲁格号最多将涨价9% 而旧型的财联自强号最多降价一成左右 明年一月就会定案 普悠玛跑得快 又不必站暂停收费也没比较贵 现在别说是假日 就连平常日都一票难求 泰鲁格号的状况也差不多 要怎么能让旅客分流 台铁决定从明年的春节开始 在尖峰时段实施差别费率 目前我们的规划都是在假日的时段 也就是五六日这三天 还有连续假日的期间 以后假日自强号将分成三种费率 普悠玛及泰鲁格号可能涨3%到9 PP自强号价格不变 最旧的柴连自强号则降5%到10 以台北到台东原本一律783元来算 普悠玛及泰鲁格号最多贵70元 柴连自强号则可能省73元 算一算来回如果都选择比较旧的自强号 民众可以省将近150 但真的会达到旅客分流的效果吗 我还是有选择搭普悠玛号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比较快 50块就会有效了 因为有些人不必那么赶时间 50块他可能就考虑买其他的 对于差别费率的效果 民众反应不一 泰铁局则表示 目前差别费率的条幅 已经送进交通部审核 等派板定案后 预计1月初公布 以赶在农历春节实施为目标 记者林郑武张国良台北报道 好 接下来看是因为股东之一的鼎心集团 涉入了黑心油风暴 让外界一度很担心 今年台北101的跨年烟火可能放不成了 不过今天传出了好消息 台北101今天正式宣布 今年的3800万跨年烟火 将由殷叶达已故创办人 温世仁所成立的看见台湾基金会来赞助 而今年烟火主题就定调在 爱惜台湾 爱惜台湾 今年台北101的跨年烟火 因为股东之一鼎心集团 涉入黑心油风暴 让外界一度担心不放了 台北101在23号宣布 由殷叶达已故创办人 温世仁成立的看见台湾基金会 赞助3800万元 成为了今年跨年烟火的赞助商 而这也是101首次出现 非盈利事业机构出资的赞助 每年的跨年烟火 都是台湾民众引领期待的美好事物 可是今年对世界说故事的舞台 台湾原本好像要缺席了 我跟基金会的同仁说 我们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看 是否有什么事情 是我们看见台湾基金会可以做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洽谈 双方终于在22号晚间谈好合作模式 今年烟火主题定调为 IC台湾爱惜台湾 101董事长宋文奇表示 能够在非盈利机构出资下 赞助烟火对台北101有加分的效果 而这一次合作只是开端 期待未来继续结合双边的力量 达到一加一的效果 共同为这块土地尽奋心力 我们不是一个百货公司 我们也不是一个地产公司 我们也不是只有一个观景台的公司 我们是台北金融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当有一个地产公司要来买我们 号称可以替我们加分的时候 我个人是感到有一点奇怪 宋文奇表示 很多人不喜欢一次性的烟火 但要不要放烟火 应该由台湾人共同决定 也认为今年将会是 11年来最精彩的烟火 记者维尔玲国黄推报到 好那么众所期待的101跨年烟火 后天就要接任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究竟会不会参加热闹的跨年晚会呢 先前表明 政治人物参加跨年晚会 上台发言是自讨没趣的柯文哲 他今天公开表示当天不会上台 他自己会在摇滚区 跟民众同乐就好 至于有没有邀请总统马英九参加 柯文哲他说还要再考虑 101水灿的烟火 挤得水泻不动的跨年人潮 让民众热闹狂欢的跨年晚会活动 却让即将上任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有些头痛 25号交接市长之后 柯文哲第一场要面临的大型活动 就是跨年烟火晚会 曾经透露自己不爱释放烟火的柯文哲 究竟要不要上台致辞呢 把跨年晚会还给台北市民 这些政治人物就不要去抢台上的位置 我们就在台下摇滚区看 但另外一个让柯文哲有些尴尬的问题是 是否会邀请历年都会参加台北市跨年晚会的总统马英九 柯文哲表示自己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先交由官传局来处理 你知道我想一下吧 我还没有时间想到这个问题 邀请的问题我想就给官传局去处理就可以了 柯文哲表示 今年跨年晚会就按照原本规划进行 至于明年办不办 明年的事明年再来烦恼 另外柯文哲也提到 上任之后基于公开透明的原则 未来市府员工的工作执掌内容 开会记录也都会公布在网路上 让民众来参与市政监督 记者李威传林志坚台北报道 新就任市长在后天就要举行交接 而台中市长当选人林佳龙 则是提早开始跑行程 今天上午他参加了中兴大学 食安农业检验大楼的冻土仪式 不过原本也被安排出席的胡志强 则是在前一天决定不出席 虽然再过两天才上任 台中市长当选人林佳龙 已经开始积极跑突 上午参加台中中兴大学 新的食安检验大楼冻土 不过原本这场冻土 是要由现任的市长胡志强主持 却在前一天胡志强宣布取消行程 引发外界认为 两个人是王不见王 我跟胡市长没有另外特别联络 我想这有意义的活动 大家共襄盛举 林佳龙表示 这是已经安排好的行程 一切听主办单位的安排 并不是刻意错开时间 林佳龙说 最近积极和胡志强安排交接之后 就没有进一步联系 最近已经完成交接的工作 也将对重大的建设进一步检视 BRT或者是歌剧院 像台湾塔 还有这些缆车的兴建等等 那我们还需要进一步 得到更详细的资讯 才可以做出决定未来怎么样来检讨跟改善 而中心大学即将成立的新食案 以及农业检验大楼上午进行动土 下方表示 主要是针对进来食案问题严重 希望成立公正的第三方单位 从源头进行把关 从重金属到一般的荣耀残留 还有一般的这个食品里面的一些防腐剂 抗生素 我们都涵盖在里面 即将上任的林佳龙也表示 目前台中市的食品加工厂有2700多家 不过鸡查人员只有27个 未来希望加强鸡查机制 从源头把关食安 藉由林建森捧群 台中报道 中共苏丹行动又传出有官员重箭落马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令计划 传出他涉嫌危机遭到了调查 于他跟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 还有重庆市的前市委书记薄熙来 以及军委会前副主席徐才厚 被外界认为是企图政变的新四人帮 如今全部落网正式瓦解 也宣告习近平的政权更加稳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 涉嫌严重危机 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22号晚间大陆媒体以快讯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令计划 因为涉嫌危机遭到调查 这消息格外引人注意 因为这是继周永康和徐才厚之后 习近平再度出手拉下马的现任高官 令计划会遭到调查 起因源自于他儿子在2012年 开着法拉利发生死亡车祸 意外揭露令计划贪腐的家庭生活 之后就连带牵扯出 他和周永康意图推翻习近平 而这一年多来 令计划家族里的人和亲信陆续涉案被查 而被视为密谋篡政的新四人帮 从薄熙来 周永康 徐才厚到令计划 接联络往后也宣告正式瓦解 对于习近平透过一个反贪束缚的调查的工具 来进行目前为止 对于不同意见者 乃至于对于不同派系者 我相信不管是目前的权力巩固 还是十九大的权力的进一步的强化跟布局 都会具有重要而且深远意义跟影响 习近平打着速贪的瓶目 一一整顿不同派系和势力 陆续展开收网 与其大陆政坛将在掀起另一波调查风暴 记者综合不到 另外美国跟北韩的网路战进入到第二阶段 北韩网路在礼拜一全面瘫痪 各界怀疑是遭到了美国的反制 不过美国官方不置可否 而在另外一方面 联合国安理会不顾中国的反对 将北韩违反人权的指控列入议程当中 北韩原本有四条网路都是透过中国连接 但是星期一开始出现间歇性断线 随后完全中断 由于前几天美国总统欧巴马才将索尼遭到 骇客攻击事归咎北韩 并警告要采取报复行动 引发外界怀疑是美国出手反制 美国官员拒绝证实 尽管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掌握三大证据 显示北韩是索尼遭害的幕后黑手 这次的网路攻击 导致影射刺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电影 名嘴出任务 取消耶诞节首映 但平壤全盘否认 并反控美国鲁莽造谣 还透过官媒放话 将打击白宫五角大厦 跟美国本土全境 北韩还要求跟美国共同调查 索尼骇客事件 遭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 博士荒谬 另外联合国大会 18号通过的谴责北韩人权决议 22号一如预期 在安理会中遭到中国反对 但安理会还是列入议程讨论 提出谴责 不过对于联大决议中 将北韩人权问题 移交国际刑事法庭是 碍于中国享有否决权 安理会并没有具体行动 记者陈秋梅报道 发生在2004年的南亚海啸 再过几天就要建满10周年 当时包括了印尼 斯里兰卡 泰国还有印度等13个国家 因为这场天灾造成了无数家庭 家破人亡 总共夺走了23万条的人命 而在10年之后 虽然部分地区重建 活出了新的面貌 不过这场灾难带来的恐惧 还是让灾民弃意犹新 当晨熙映照大地 班达亚齐打清真寺 响起沉岛的呼唤 在南亚大海啸中 失去亲友的纳瑟 便会梳洗一番 抱着感恩的心情 进入清真寺内摩拜祈福 10年前的12月26号 亚齐瓦海发生规模9.1的强震 引发大海啸 重创亚齐收府班达亚齐 这座大清真寺 却在一片瓦砾残骸中 屹立不摇 被许多信徒视为奇迹 纳瑟也就是和数百名 幸存者躲在这里 才能逃过死结 再后 印尼政府和亚齐 分离主义人士达成和平协议 结束近30年的流血冲突 立法给予亚齐更大的自治权 亚齐也在国际援助下 迅速重建 成了印尼唯一有 伊斯兰律法治理的地区 尽管如此 只要一有地震 海啸的阴影仍旧会之不去 而在斯里兰卡南端 滨海城市迦勒这处小村庄 浩劫十年后 已经完全看不到海啸的痕迹 国际间的慷慨解囊 让村里有了新颖的运动中心 得以培训板球选手和游泳人才 同时七位亲人的老母亲 也有安身立命的家 继取南亚大海啸的教训 受灾国家目前都已经 普遍设有海啸预警系统 也在重建中找到出路与希望 记者在昏迷报道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22号当天跟范蒂冈的高层行政官员 举行年度的耶旦聚会时 以极为严厉的言辞痛批教廷的官僚体系 教宗明白的指出 有些神职人员贪图权利 罹患了15种的毛病 希望在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改邪归正 这场聚会原本应该是教宗和教廷高层行政官员 互到耶旦快乐 大家行礼如遗就罢了的场合 但是教宗方济各 却选择利用这个机会 对教廷行政高层发出最严厉的批评 教宗明白指出负责教廷行政运作的某些神职人员 野心算计贪念 让他们染上了15种毛病 像是患了精神阿兹海默症 变得铁石心肠 成为教条机器而非服侍上帝的人 还有些人染上了八卦恐怖主义 冷血的污蔑同僚兄弟的名誉 更糟糕的是 还有些人患了累积世俗物质的重症 它告诉我们 祂法康斯不是害怕任何人 他不是害怕任何东西 我认为他预认 那这种状态的重症 最近就做出了化时代的判决 他们认为长臂猿属于接近人类的动物 必须享有接近人类的基本权利 因此当地的动物猿必须释放一只 饲养了20年的母长臂猿 大批记者和民众围在栅栏外 观赏桑德拉的一举一动 面对大家的热情和此起彼落的快门声 这只29岁已经属于中高龄的长臂猿 甩都不甩 自顾自的吃香瓜 然后到处散步玩耍 桑德拉于1986年 以人工受孕的方式在德国出生 1994年移民阿根廷 将近29年来都在动物园里过日子 从来没有在野外活动 阿根廷的动物保护团体认为 长臂猿是相当接近人类的动物 必须享有基本权益 而当地法院也做出空前的判决 同意动保团体的观点 对于这项判决 原方表示一点也不意外 也不会有任何的困扰 因为在饲养和研究长臂猿的过程中 原方的动物专家 一直在为桑德拉找寻更适合的新家 包括巴西的保护区 和美国的野生动物园 日前美国纽约有个类似的案例 动物保护团体认为 一只私人饲养的猩猩 不能再任由四主 灌在笼子里 但法院不同意动保团体的主张 而在桑德拉生活了20年的 这个动物园 生物学家表示 动物就是动物 即使某些特征很接近人类 仍旧不能算是人类 因此动保团体用人类的观点 把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 套在长臂猿或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 是个天大的错误 记者徐佳人报道 每一年在耶旦节之前 欧洲民众最期待的 就是号称有全球最高总奖金的 西班牙胖子乐透开奖 胖子乐透今年总奖金 高达了25亿欧元 大约是超过了950亿元的新台币 在22号当天开出了10柱的投奖 每柱可获得超过 1500万元台币的奖金 今年西班牙胖子乐透的 10名投奖得主 22号诞生 投奖奖号13437 这群西班牙蜡像博物馆的员工 集资买彩券 幸运中了投奖40万欧元 折合约台币1562万 员工们不仅开香槟庆祝 还兴奋地相拥而泣 马德里街头在开奖结束后 也出现开香槟庆祝的场面 其余中投奖的幸运儿 也陆续现身 公司员工集资 似乎中投奖的几率特别高 但投奖得主中 也有退休的家庭主妇 跟小资上班族 22号的开奖 遵照传统邀奖行事 全程公开 由西班牙贵族学校 胜意得封锁的学生 负责亮号 花了四个小时 才完成开奖 西班牙的胖子乐透 最早在西元1812年发行 当初的概念 就是希望让民众 获得一笔财富 过个快乐的耶旦节 因此胖子乐透 也被形容为 耶旦老人提早送礼 对受到经济持续摔掉的 西班牙民众而言 十分受到重视 虽然每株20欧元 相当于台币770元 但买期依旧旺盛 当地媒体在开奖前 纷纷以不买 保证没机会赢为号召 替彩券做宣传 进了总奖金高达25亿欧元 折合超过950亿新台币 虽然金额没有破纪录 但依旧让不少 西班牙各地的民众 一元发财梦 欢喜迎接耶旦节 与崭新的一年 记者居然先报道 好 继续镜头 回到国内 我们要来看的是 通常我们牙齿断裂破损 让生活饮食都很不方便的话 不少人会选择植牙来解决 不过却也经常传出纠纷 高雄有一名富人 在五年前因为牙医过度直牙 造成她的牙齿数量 比正常多了一颗 影响到了生活 而在台南 则是有民众在直牙之后 疼痛化膿 原来被植入了一个迷你牙根 南科工程师蔡小姐 一年前直牙 初期感觉不适应 回诊时医生也说没问题 但最近却出现疼痛化膿 甚至引发鼻痘炎 她赶紧找其他牙医看诊 才发现高雄诊所直牙时 用了迷你牙根 直上去之后就是会有一种 就是没办法去适应 然后咬东西的时候 也会觉得无力感 到后来越来越严重 就是疼痛 然后到后来整个肿脏 化膿这样子 和标准牙根比较 迷你牙根出息差很多 耐受力相对较低 使用年限也无法太久 且两者价差三四万元 高雄诊所却仍收原价六万元 专业牙医指出迷你牙根 多用在临时夹牙 一般迷你牙根 我们在临床上 我所接触到的case 大部分都是用来做 所谓的临时夹牙使用 就是说患者在一个 直牙的疗程过程中 他可能会局部有缺牙 或者短暂的几个月有缺牙 没有办法拒绝的功能 我们就会使用迷你牙根 直牙纠纷 不止这一桩 五年前高雄张姓牙 提一名妇人直牙 因为过度直牙 比正常32颗还多了一颗 造成妇人无法咬合 牙床疼痛严重影响生活 妇人因此告上法院求偿 虽然牙医变称 妇人口腔未清洁干净 但高雄地院判赔349万元 其中120万元精神抚慰金 创下新高纪录 33颗大概是有一些 在旧址区 他这位医师用了 两颗种植 那个植牙放进去 所以可能距离 有时候会太靠近的话 他清洁上会比较困难 其他诊所牙医就指出 植牙过命 已造成清洁不易 不过这家牙科诊所 整天没看诊 未出面回应 接下来说 莫昭全台南高雄报道 五年前呢 莫拉克风在台东金峰乡的 嘉兰村 有60多户的民宅 被洪水冲走 而在三年前呢 村民集体提出国陪诉讼 不过今天传出 圆明会跟嘉兰村的村民 达成了和解 残送将近三年的 台东县金峰乡嘉兰村 莫拉克风灾国陪案 受灾村民 集体向台东县政府 圆明会 农委会 和水利署等政府部门 求偿两亿多元的赔偿 但23号 原住民族委员会 和嘉兰村民达成和解 用排湾族 解决争端的传统和解仪式 由圆明会提供 以食为单位的猪 槟榔小米酒和鸡 象征实质和解 并且在部落广场 鸣枪立和解碑 这件诉讼案还在进行 但圆明会主动提出和解 原本弱势的族人认为 主流文化的法律 对他们来说过程太沉重 但可以接受尊重部落 集体意识和文化的方式 解决长期的争端 他包含了对话 他包含了传统的和解礼物 他包含了立碑来纪念 他包含了祈福 这是现在法律做不到的 很多人在讲钱的问题 其实我们谈的不是钱的问题 不只是回到文化 我们觉得 如果真正回到主流的文明来看 我们应该看见说 人民本来只有这个权利 嘉兰村民正式撤回了 对原住民族委员会的 国陪诉讼 而这起国陪和解的方式 也成了国内的首例 不过对其他政府部门的 国陪诉讼 嘉兰村受灾村民 还没有考虑 用和解的方式来解决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东北季风盛行的秋冬季节 空气品质容易变差 其中中南部的细旋浮为例 PM2.5浓度 明显飙升到了 年平均值的2到3倍之多 有学者就提醒 如果长期下来健康一定会出问题 污染物系悬浮为例 PM2.5无所不在 不管是自然的火山爆发 海盐为例 或是人为的工厂跟汽机车排放 都会出现 根据国外在2005年的研究显示 PM2.5浓度每上升10维克 总死亡率会上升1成7 学者强调国外数字 无法套用在国内 不过长期二三十年暴露在浓度每立方公尺二三十维克当中 对健康有害 一整年平均如果仍然是二三十的话 那当然长期下来是会有健康影响 长期的暴露才会造成这个致癌性的这个健康伤害的 学者表示 如果只是持续几天的浓度飙高 民众不用太担心 不过台湾PM2.5年平均浓度是22.7维克 但中南部在前两年10月到隔年4月的平均值 却高达340维克明显偏高 对此环保舒坦言 就算明年先从高频地区开始进行污染总量管制 减量也要花时间 我们初步第二期我们是估计要降百分之十 就五到十 初估至少要花六年才能减二到四维克 但环保署形容这样的减量已经称得上伟大 强调工作非常艰巨 在管制高频地区之后 半年过后也要继续针对云甲南以及中部地区来管制 记者林美陈昌维台北报道 基北区的明年免试入学方案究竟会不会变动呢 准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 今天出席公听会的时候没有明确的表态 不过呢他强调家长跟教育部对于两尺分数的认知不同 他在就任之后会加强沟通 让基北区的招生简章能够在明年一月中旬出炉 在两天就要就任台北市教育局长 汤志明受立委姚文志索邀 出席十二年国教家长新生公听会 由于出席的家长代表立场迥异 汤志明能做的就是请听 孩子可以我答对多 我必须要有比较多的选择权 各位家长的观念已经改 小孩的观念已经改 他的选择权不是选建中 他的选择权是选高职 选离我家近的高中 这每一题的困难度都一样 你才能够用题数来分发学生 但是这个我们在出题目的时候 可能就非常难做到 每一题的困难度都是一样的 一边坚持基北区明年免事必须先用两尺 对学生比较公平 另一边则支持教育部认为先比两尺将使学生 纷纷计较扭曲国中教育学 家长说的这些内容 汤志明并非第一次听见 但还没就任依旧不方便多说 不过他强调 家长和教育部对两尺分数的认知不同 就任后得快点沟通 基北区明年免事入学方案会不会变动 市长当选人柯文哲表示 29号之前就会定案 而汤志明说会赶快找新北基隆磋商 期望基北区简张明年1月中出炉 记者林晓慧沈志明台北报道 另外世新大学校方先前要求学生会 撤除争取学生权益展览的争议 目前持续的发酵当中 有学生认为言论自由受到了钳制 因此在网路上发起了口罩运动 号召同学戴着话擦的口罩来上课 布满世新校方这个月上旬 要求学生会撤除争取学权展览 自称无名者的世新学生 在网路发起口罩运动 并在22号正式展开 23号上午的世新校园 没有看见戴上话擦口罩的学生 但有人强烈表达声援立场 在家里用期待 所以你是声援的 对啊 我觉得因为怎么讲 我们来读世新这个传播 传播就是传播产业为主的一个学校 就是应该要享有言论自由 不应该因为换了一个校长 然后搞了大家就是学生想做事情没办法做 有学生觉得学校的氛围不太一样越来越保守 比如前一天还挂在创办人 陈舍我雕像上的口罩今天被拿掉了 像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那个铜像我们是也有放太阳花的 而且也没有就是被说要求要拿掉什么的 对然后现在就是有要求口罩要拿掉 展览被撤惹意还牵扯到言论自由 校方再度出面澄清强调 学生会申请时确实提及学权报告 但展述内容多为对校务不满 确实不符才会要求撤除 橱窗是属于世新大学的一个 一个展示正向成果 比如说我们天下杂志 我们排名第几啊 然后校队得到多少成都是正向的 那因为他又牵扯到他的活动主轴 因为是叶旦节的期分是12月份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这两个能够 做一个方向的一个结合 除了这个争议 有学生也对先前校方在力报转型 校长讲发行量太少的事多所批判 24号在言论广场集结 就是要捍卫世新人最在乎的自由与校园民主 记者林小慧 沈志明台北报道 立法院认会呢 今天三度通过政治现金法的部分条文修正案 捐款给政党的减税优惠 得票率门槛将从2%调降到1% 立法院认会23号三度通过 政治现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未来捐款给政党的减税优惠 得票率门槛将从2%调降到1% 被视为有助于多元政治发展的小力多 而分析最近两次的立委选举 只有国民党民进党 及台湾团结联盟 稳稳跨过门槛 以第八届立委选举为例 如果调降到1% 绿党新党 健保免费连线等三个政党 才可能享有抵税优惠 小党们批评 这个制度阻碍了小党发展 根本不应该设下门槛 所以绿党的主张是应该要取消 所以下降到1%还不够 当然是不无小补 但是就是说 本来会捐款给我们的人也非常少 所以说我觉得 这对我们来讲意义不是那么的大 不过新党强调 认同你政党理念的人 就是会捐款给你 才不会在乎抵税的事 小党们认为 小党无党产 又没有办法领取政党补助款 是否也应该放宽 补助款的领取限制 让小党发挥多元性政策的功能 让不同的声音有发声的管道 记者陈嘉欣 谢麒文台北报导 九合一选举的惨败 能让马政府坦诚 施政方向跟网络世代的年轻人的想法 出现了脱节的现象 那么要如何挽回年轻人的认同呢 曾经待过资讯业的行政院副院长张善正 今天说 政府应该要有可以双向沟通的网站 可以在国发会下设一个网络空间 加强跟网络青年的沟通 还有意见交换 网络世代来临 网军的力量与日俱增 成为政府无法忽视的一股庞大势力 再加上九合一选战的挫败 更让政府下定决心 要加强对网络世界的耕耘 曾经在搜索引擎龙头Google 担任过亚洲区印第总监的行政院副院长张善正 23号在接受广播专访时表示 未来准备要在国发会建立单一的网络平台 让民众与政府进行互动 要请这个国发会架一个集中的网站 各个这些政府网站如果说有网友要回应的话呢 在这个集中网站统一统一去去去去去播内容 虽然新网站未必能够马上就获得网民的青睐 但是张善正希望可以逐步的步上轨道 至少让民众觉得政府有在倾听民众的声音 他也期待未来网站一旦开放 网民可以减少情绪性的谩骂 建立正向的讨论风气 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既然政府开一个地方让我们去讲 那政府也会对于里面一些比较有需要回应的项目回应的话 我希望能够带动网友一个感觉 就是说那我要多讲一些东西让政府回应我 而不是纯粹就是骂一骂 情绪发疏完就没事了 此外针对奶粉在近日涨价引起民怨四起 是否合理的争议 张善正表示会约奶粉业者喝咖啡进一步了解 至于奶粉业者轮流涨价是否涉及联合行为 将由公平会来深入调查 记者李维帅林志坚台北报道 行政院消保处最近机查20家的连锁参与业 结果发现不合格率高达了8成5 其中网品集团旗下的餐饮业就占了6家 违规率最高 从机查影片可以看到 鱼衣纸箱通通对在一起 原版逃生的安全梯也被杂物完全挡住 这是位在新北市板桥的西堤牛排馆 除了建筑安全部合格外 消保官还发现厨房卫生也不佳 不但垃圾桶未加盖 水龙头配管以及墙壁还有黑莓剥落 部分的干货就放在走道就对 那为什么你们不弄个库房放干货 空间 空间问题是你应该叫这个是消防逃生通道 还有这家位在彰化园林的元烧烧烤店 除了冷冻柜温度不符合标准 冰箱内食材也没有覆盖 消防安全测试时警报器也发生故障 消防测试完全没有传出去 就坏掉就坏掉 没有确认一下它坏掉 行政院消保处日前抽查20家连锁餐饮业 结果发现在卫生和消防部分 有17家不符合规定 其中网品集团旗下的餐饮业 占了6家违规率最高 另外像是位在花莲的乡村妈妈餐厅 也因为被击查到多项过期产品而被开罚 消保官表示 这次机查中主要还是以 厨房卫生安全管理违规项目最多 有16家业者都不符合规定 外来各县市卫生局也将加强机查 只要有发现使用过期原料 最高可除2亿元 好 接下来看的是高雄市政府计划 在中央公园新建图书馆 不过户数团体很担心 公园的老数会因此被移除 已经持续6个礼拜 不定期的到市政府门口来静坐 而就在昨天傍晚 又有三名的户数志工到了市府门口 却被警方强制的抬走移送法办 其中有一名灵性的老师 脸部跟手脚还受伤 今天下午出面质疑警方 执法过当 我不想要去拍录所评 志工整个人躺在标语看板上 还是无法阻止警方把看板拿走 例行的静坐抗议变成肢体冲突 为了反对高雄市政府打算移除 中央公园部分绿地新建图书馆 中央公园互数互地联盟 不定期到市府门口静坐也已经持续六周 但志工抨击二十二号只有三个人静坐 警方却突然干预 证明林老师因此脸部和手脚受伤 一来是警察先跟我们讲话 然后就直接说我要帮你们保管东西 你们东西不能放地上 于是我们就回答警察说为什么 是依照哪一条法律 互数联盟抨击警方献人于罪滥权执法 第一线援警则澄清 一开始只是希望静坐人员 别用看板占据车道 但对方不愿配合 他有一些看板 我们请他用手持的 那不要坐在地上 影响民众通行及车辆通行 但是他不听自止 那我们多次以违反社会秩序为无法 请他离开 但是他能够大声喧哗 互数联盟强调不会向警方提告 但最近的静坐市府都报警处理 谴责市府不尊重人权与言论自由 市府新闻局则表示 会在进一步了解当天情况 但强调长期以来都很尊重 互数联盟的声音 不会常行干预 至少王界村 徐振俊高雄报导 立委丁守中等人提案修正 化妆品卫生管制条例 希望在一定的期限之内 全面禁止化妆品的动物实验 并且在今天举行的公厅会 不过在公厅会上 化妆品公会担心贸然实施 会造成业者的重大损失 但是动宝团体则是认为 动物实验有它的局限性 实验反应不见得跟人体是相同的 用兔子的眼睛来测试 化妆品成分有没有刺激性 这样的动物实验仍普遍存在 尽管动宝团体痛批痒很残忍 但学者指出 目前有些动物实验仍没有替代方法 动宝团体派出专家反驳 指出有研究显示 在兔子身上的实验反应 跟人体并不尽然相同 拿动物实验结果套用在人身上 会有伪扬性跟伪阴性 兔子对人体反应的预测能力 还不到一半 类似的 引起兔子发生皮肤刺激反应的 这个化合物当中 只有40% 它会有类似的反应在人体 认为动物实验残诊 立委丁守中等人 提出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 第23条之二 及第27条条文修正草案 希望国内能在一定期限内 推动化妆品进现用动物实验 不过业者指出 目前国内化妆品主要销往中国港澳 这些国家不像欧盟 并没有禁止动物实验 贸然的这样禁止的话 其实会造成这个产业的 一个重大的损失 怎么样给国内缓冲期 这个我们会考量到 业界各方面这个调试 调试的这个需要 尽管经济部工业局指出 目前国内化妆品年产值160亿 全国有971家 17000多人从事相关工作 担心修法会冲击产业 但立委丁手中强调 进现用动物实验是世界趋势 台湾是贸易导向国家 更应该及早应应 记者你们陈昌伟台北报导 新北市政府要办理 变更板桥福州地区都市计划 预计要征收103公顷的土地 来进行开发 但是因为征收的方式 还有拆迁的补偿问题 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反弹 今天下午 自救会成员在工厅会上表示 希望政府可以先解决 安置补偿的问题 再来进行拆迁 否则他们会继续抗争到底 一整排都是铁皮屋建筑 新北市政府针对板桥福州地区 办理都市计划 通盘检讨案 预计征收103公顷土地来开发 但从91年开始 发布实施到现在 却因为安置和补偿问题 没有解决 所以还没动工 在计划当中 部分地区以驱弹征收方式来进行 却会有4万名居民和大约500间工厂 因为拆迁而受到影响 让很多劳工家庭 不知道拆迁之后要何去何从 希望政府单位可以先安置大家 再来讨论 这对民众诉求 上官单位也表明立场 我们不管是都市计划的审查 或者是驱弹征收的审查 一定会充分去考量到 民众的参与意见 那在整体上的话 我相信新北市政府 也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现在因为全部用住宅 跟部分的商业 其实大部分以住宅为主 包括它的驱弹征收 之前的价格跟之后的价格 这个部分计算 如果用了产专区 这个部分可能 会有一些微调的空间 那计划变动幅度 相对就会比较大 民众诉求官员表示 会纳入考量 评估可行性再继续协商 并不是没有讨论的空间 预计最快年底 会再度展开征收作业 记者曹彦均 张子佳 台北报导 大家晚安 虽然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 但今天清晨 因为辐射效应的关系 所以有些地方 气温还是比较低 尤其是中部地区 最低气温是出现在嘉义 只有8.5度 但今天白天 我们可以从卫星图上看到 大部分地区的云都不多 都可以看到阳光 所以今天白天 各地的气温是回升的 几乎都到22度 23度左右 至于明天的天气 和今天其实变化不会太多 至于明天平安夜的天气 看起来天气也不会太差 在今天地面图可以看到 北方高压在这个位置 相对而言今天是偏东风 所以今天冷空气减弱了 但是就明天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北方有另一个高压 逐渐向东南方向移动 它前缘的东北风 在明天晚上开始 会影响我们的天气 所以在明天白天的时候 大部分地区其实都还是 晴到冬云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 而且明天的温度 只有北部和东北部的高温 和今天类似 大约在22度左右 且各地的高温会比较高一些 尤其南部和东南部的高温 在24 5度 明天晚上会有一小股 东北季风南下 相对而言 北部东北部的天气 还是比较凉 只是下雨的现象 在东半部和北部地区 是比较局部的 提醒大家 虽然冷气团减弱 但是各地早晚的温度还是比较低 明天平安夜 大家从事活动 还是要多添加衣物 以上资料是由中央相机提供 好 所以说呢 明天各地大多是 多云倒勤的好天气 高温在摄氏21到24度之间 各地降雨几率呢 不会超过30% 另外呢 下一波的大陆冷气团 将在下个礼拜一报到 各地的气温将会再度的下降 继续来看明天各地的详细气温 北部地区最低温13度 最高温22度 中部地区最低温13度 最高温23度 南部地区天气也是相当稳定 最低温15度 最高温25度 东部地区最低温13度 最高温24度 外岛地区最低温11度 最高温20度 未来三天天气呢 北部地区到了后天 是会有下雨的情形 中部南部地区也是相同 不过明天是相对稳定的天气状况 另外呢 东部地区天气比较不稳定 明天是好天气 今天新闻最后带你一起去范蒂冈 来看看天主教的点灯仪式 感谢你今晚的收看 我是洪惠竹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马英九自己 马总统声明 有任何证据就要明确提出来 不可以凭空捏造 鸡飞城市 周一扣的指控究竟合不合理 相关的证据又是否足够 立法院正式审议同性婚姻法案 互加盟还有部分的家长 为什么坚决反对到底 又为何认为 同性婚姻将会破坏家庭伦理 导致传统价值沦上 今晚八点有话好说 深入分析 再一次一个注意播 出来的 勒、勒、勒 勒、勒、勒 有勒这个字吗 有 我勒勒 不是我勒勒的勒 有一个古代人叫做范琳 我钱给大家看 都是我的大絕招 好 好,我说好 你好 可惜啊 一字千金 一气凌热 中华文字之美 经过两年的引领期盼 舌尖上的中国二 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新一季是将重点 放在食物背后的人情故事 取材更贴近土地 介绍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百味 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独特美食 还有寻找即将失传的传统美味 感动的美食人情味 就在公事网路商城 感谢捐款的观众朋友 公事基金会依据个资法 搜集您的个资资讯 仅限于募款及会员服务使用 公事将妥善保存 您可来电行使您的权利 包括查询更正或删除 感谢您 您的权利